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毕竟是童话故事 小时候真的听到那个故事的时候 真的觉得好痴迷 哇这三棵豆子居然可以长成大树 爬到大树上面居然还有一个世界 那世界上的人都好巨大 会吃人的 最后那个巨人从树上爬下来 要摧毁王国 捷克去救了这个王国 是这样吗 这个就是小时候的童话故事 所以树再高 除非你相信童话故事 不然我是没看过长到天上的 那当然股票上也是一样 再好的行情终究要回荡 那再差的行情终究会反弹 去年不就这样吗 这个1月的时候是见到18619点 10月25号见到12629点 总共跌了6000点之多 但是后面从10月25号以来 反弹到这波的高点15971 不是也弹了这个3300多点吗 所以这个跌多了 他也是会反弹 而且弹幅也超过50% 刚刚杜老师也讲说达到55% 已经算是一个相当强势的反弹了 那但弹久了 他终究也是会有压力 就像特斯拉我们刚刚讲 今年如果从低点起算 特斯拉的股价是涨了超过一倍 但是他一跌也可以跌10% 这个跌10% 木头姐Cathleen Wood 还是认定特斯拉是一个非常好的股票 我也觉得也不会是音乐一天下跌 你就去看摔一家公司或一档股票 但是他跌他总有他的道理 那Cathleen Wood是说 未来特斯拉他会看到 涨幅会达到1000% 那我们就等着看 会不会达到1000%的一个涨幅 那回到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内容 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宏观情况来看 最新我们要去了解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首先第一张图 这张图蛮有意思的 如果各位看我们的直播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张图上有几条线 第一条黑色线是 这个标准普通500指数的index 这个指数的周期很长 从1950年代到现在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股就是这样一路往上走高了 指数一路涨的 从当初标普指数才有个位数 大概十几二十点的一个位置 在这边 你可以看到它是在 大概差不多30点左右吧 三四十点 涨到呢 这个4800点 去年最高的时候是4800点 那现在目前大概4000点左右 你好像 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年多的大跌了 对不对 你好像跌翻了 但是你从这个历史长河来看 这条黑色线 它其实还是刚刚下跌一段段 小小一个波动而已 包括09年 08年09年次带风暴 2000年的科技泡沫 那两次的跌幅都比这次显著多了 你可以看到那个跌幅 那都很惊人的 而且 08年的跌点呢 最低还是破了 这个2000年当时的最低点 那这次还没有这样的状况 所以你说这次是一个 真的很大的一个空头市场熊市吗 应该讲说是09年来最大吧 那次次带风暴以来最大吧 但是蒋三你跟过往几次 比较大的 标准普通来500指数的熊市来比的话 其他还是小菜一叠 不是一个最大的跌市 那去年 我记得如果没有记错 标普最大的跌幅 到3600 4800到3600 跌了1200点 最大跌幅 只有不到三成 大概差不多25%上下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数字了 可能再去精算一下 年纪大了 总是有些数字不是记得那么老 所以跌幅其实还是相对过去一次 空头市场跌个四成 或者说跌幅趋近五成 这样子的跌幅来讲 去年跌幅还算小 而且去年全年 它中场收盘的时候跌幅不到20% 是只有跌了19%多了 这个我倒很清楚 就是去年整年盘中最深跌幅 全年最终的跌幅大概24% 但是年底的时候 因为它就弹上来 年底弹上来 它全年跌幅不到20% 那这个是标准普通五百指数 那另外我们再跟各位讲 就是说 下面几个重要的线图 我们要去看什么 那这张图 它其实最重要是要告诉你 其实美国的PPI跟CPI的剪刀差 现在正在收敛 就是说这个PPI跟CPI 有就是说PPI去减CPI PPI去减CPI 为什么我们要用PPI去减CPI 先讲一下什么是PPI PPI就我们一般讲的 生产者价格指数 CPI我们一般讲的 就是说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说 一个是从生产端去看价格的 另外一个是从消费端去看价格 那PPI跟CPI有什么关联性呢 在经济学上面 PPI是CPI的领先指标 它是相对领先这个CPI的 那也就是生产单上面价格波动了 后面会传导到消费端 所以它是一个领先指标 那如果说PPI减CPI 呈现是正数的话 就是说PPI的这个增幅 是大过CPI的年增率的话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上面 那个柱状体会呈现橘色 是往上升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呢 PPI减CPI是一个负数 它会变成柱状体是灰色呈现 而且是这一个负值的一个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 最近这个CPI PPI减CPI就呈现负值了 现在目前是大概负6.1的一个情况 那过往很长一段时间 它其实在去年 包括到今年初这个通膨的这段时间 它其实都是一个明显往上升的 那其实在往上升的过程中呢 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美股基本上 它是多头在往上涨的 就是开始转成正值的时候 它是开始往上涨的 但是呢 当一旦出现灰色的柱状图往下的时候 其实是股市回档的开始 股市开始出现空头走势 应该讲不是回档 应该说出现空头走势 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 PPI减CPI会呈现负值 而现在目前呢 就呈现一个负6.1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的小心一下 股票市场的状况 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可能 去年以来的熊市还没有结束 原本都认定说 今年第一季大涨 去年第四季的反弹上去 可能熊市已经结束了 说不定还没有结束 是说不定 我当然个人也没有把握 跟各位讲说到底有没有结束 有些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往往它也会牵扯到市场 后来未来行情的情况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市场情绪来看 我觉得往往投资人的情绪 也可以看出市场 现在目前的到底位在什么阶段 我今天跟各位讲一个情绪四阶段论 这不是所谓鸡尾九四阶段论 其实有点相像 我们过去常讲 彼得林区有讲的鸡尾九四阶段论 就是说一个分析师到一个宴会里面去 然后呢 如果股市热络的时候呢 所有的这个参加宴会人 都会围到这个著名的分析师 问他说什么股票可以买啊 什么股票好啊 这个是在股市热络的时候 那当同样一个聚会 鸡尾九聚会又出现的时候 那股市热到最高点的时候呢 他们不但会围着分析师不放 还会呢 自己讲说 我告诉你 我觉得什么股票才会大涨 就是说到这个程度 所有人都变成是大专家的时候呢 你就要小心这个股市 可能是到最热的阶段 那当市场开始转冷的时候呢 分析师同样到这个聚会去 拿了这个鸡尾九杯啊 就没有人理他了 没有人理他了 就是他已经变得很孤单了 没有人围绕他了 他已经不是重心拱跃了 等到市场到最后真正要落底的时候 最最后的谷底的时候呢 不但没有人理他 还会踹他一脚说 哎呀 我跟你讲了 股票这东西不能碰了 股票碰了就是害你一辈子 害你请家荡产家破人亡的东西 就是股票 然后呢 讲完这句话就走了 然后见到分析师 讲完这句话就走了 那就是股市 到最后 那个真正是谷底的时候 这是所我们刚刚讲的 鸡尾九四阶乱论 其实蛮有趣的啦 他就是反映说 人性对这个股票市场的一种 所谓忍乐的一种情况 那我这边讲一个 所谓四阶乱论呢 跟鸡尾九四阶乱论 有点相像 叫做所谓的好消息 坏消息四阶乱论 呼应一下我 第一段讲这个 盲人瞎马 还是瞎马盲人 盲人瞎马 还是呢 这个 明马 盲人 好 然后呢 明马 这个 反正这个就是这样啦 那个 你把那四个 两个组合凑一凑就对了 那四阶段论 就是好消息 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是坏消息 坏消息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坏消息 这所谓的四种排列组合 那所谓好消息是好消息是什么呢 就在股票上是基本上是这样 当多头的时候 市场气氛很强的时候啊 基本面是往多方走 那时候就是所谓的好消息 好消息真的会让这个市场持续上涨哦 营收出来的好消息 EPS出来的好消息 真的就会让市场持续上涨 这个就是基本面多头 然后市场正走望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但走到市场最这个顶端的时候 你会出现好消息是坏消息了 当好消息出现的时候 它涨不动了 感觉起来好消息涨不动 变成是坏消息了 就市场预期多头将近了 都到最后阶段顶部的时候 通常就是好消息再也推不动市场 往上走 股票上不能再创高了 就变成好消息就坏消息了 那坏消息是好消息是什么 当它已经大跌一段下来了 像去年的第四季 就很明显这样状况 坏消息变好消息 往往每一次公布出来坏消息 照来讲应该刺激股市更下跌 但是它没有 它反而是坏消息出来的 股市会上涨 变成坏消息是好消息 这就是说市场预期 那个空头将至 空头将近 不是空头将至 空头已经走一段时间了 空头将近了 那时候坏消息就会变成是好消息了 你看去年第四季 不是这个状况很明显吗 那今年第一季 这个状况很明显 但是呢 最后还会有一个阶段 叫做坏消息 就是坏消息 我觉得有点像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特斯拉财报一出来 你看特斯拉被打成什么样子 有一点那个网飞财报一出来 网飞被打成 股价打下去 就有一点坏消息是坏消息 它已经不是坏消息 变成好消息那样的一个情况 这有可能会是现在目前的主轴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有人说这个盲人骑虾马 虾盲 这个注解很好 有人问说呢 在我们留言板上问说呢 这个股票现在目前有套牢 要不要止损 那这个问题也很好 要不要止损 第一个要看你买的是什么股票 另外呢 也要看你投资的策略跟心态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 看你手上的现金部位多不多 如果你说我现在手上现金部位挺多的 那我买的股票也是很优质的 比如说像台达电啦 这种股票 你说我小小套一下 要不要止损 我倒觉得是不必啦 讲实在的好公司 他其实是有这个长期holding的价值的 那尤其你手上现金部位又多嘛 你现在现金部位 如果说 比如说你现在持股 持股五成好了 你现金五成 那你根本就不用担心嘛 那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持股是99% 你只有1%现金 那我真的建议你 可能有一些好股票 你可能还是止损一下 把一些现金先套出来会比较好一点 也就是说 现在如果说假设说 我们觉得现在开始进入到所谓第四阶段 坏消息就是坏消息的话 有可能第二季跟第三季 真如凯基投顾所言 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段下跌 因为整个现在目前的市场情况 看起来就后面会是一个经济面的问题 通膨的问题已经不足距了 这个联准会五月升息最后一次 大家因为市场已经共事了 所以后面只是说 利率高点维持多久的问题 什么时候下降的问题 所以通膨已经不是最主要issue 联准会的利率也不是一个最主要issue 现在在主导市场氛围的 就是所谓的企业获利 以及后面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或者说衰退的幅度有多深多大 时间持续多久这个问题而已 那因为我刚看到一个消息 这个拜登大哥准备在下周 可能正式宣布竞选2024 所以从拜登总统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肯定不愿意见到明年经济衰退的 尤其是不肯定不愿意见到 明年第3Q第4Q经济衰退 为什么 因为明年11月是美国总统大选 明年11月是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所有大选都是11月 那美国总统大选如果是在第四季 那你觉得你作为执政者 你要竞选连任 你会希望衰退会在第3Q第4Q吗 不会嘛 最好是1Q2Q衰退 或者说今年下半年衰退 然后呢明年经济拉上来 这个不就是很棒的一个安排吗 所以站在 如果说肯定经济要衰退的角度上来看 我会觉得拜登可能希望说越快衰退越好了 当然白宫口头上面一直讲说 美国经济远远没有衰退的问题 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问题 似乎告诉各位 现在目前美国的经济情况是越来越差 这个不是越来越好 是越来越差 比如说你看到ISM的制造业指数 非制造业指数 这之前我们节目有跟各位讲过 以及呢 今天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数据 就是最新的 我们看到美国人口普查局到4月10号的调查显示 在年收入至少20万美金的美国家庭 20万美金不算低收入了 20万美金 平均一个月的薪资收入是2万美金 夫妻一个人各1万美金 这应该想说算这个中等白领 这个美国家庭的正常收入了 白领中等稍微再往上一点 美国真正高收入的话 都是年薪30万以上的一个人 不是一对夫妻了 甚至50万60万的都非常多了 20万呢 也不能算是低薪 可以讲说是中等收入再高一点 这样子的家庭 年收入20万美金 大概有11.3万的成年人 最近7天 这个比例很高 领了失业救济金 有11万多人 在最近7个工作天内 领了失业救济金 远远高出一年前的领取了1.8万 1.8万 所以这高出6倍多 美国人口普查局 他公布的数字 3月29号到4月10号 这7天 进行家庭的这个household的调查 在年收入至少20万美元的 美国家庭中 有11万多人的成年人 领取了最近7 在最近7天内领取了失业救济金 一年前这个数字 大概是1万8千人 所以高达6.3倍 那昨天公布出来的上周 首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是24万5千人 这个又较前一周增加了5千人 你发现最近 首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持续在增温 另外 这个是上周首请失业金 另外还有一个数字叫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增加了6万1千人 这是创下2021年11月来的新高 这两个数据提供大家参考 就代表 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20万美金的家庭 有11万多人 他们在7天 最近7天领取了失业救济金 这显示什么 美国开始有这种 所谓白领失业的问题 白领失业其实是一个 对消费面来讲 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各位都知道 白领阶层 他其实是在这个 一个社会里面消费的主力 他既可以消费所谓的基本财 就我们一般讲 11住行这种 所谓基本需求 他又有能力去消费 所谓额外需求 额外需求 就有一般我们讲娱乐 或者说外出旅游 这些需求 所以中产阶级的消费 其实是蛮全面的 蓝领阶层 他们可能生活很辛苦 他们只能消费 所谓的基本面的东西 就是说必须需求的部分 他们很少 或者说偶尔才有能力 存一点钱去捋个油 去玩一趟 像国旅也很贵 随便住一个好一点的饭店 一个晚上都一万块起跳 所以你说 他两万八千块薪水 三万块薪水 一个月的薪水 他又要付房租 又要吃饭 又要供养父母 还要付保险费 还要节省一点钱 去买基金ETF去投资 他哪有钱去住一个晚上 一万块钱的hotel 可能住个两千块的民宿 他都觉得是差不多了 所以蓝领阶层 当然他们就是比较多 就是在基本消费 所以中产阶级开始失业 这是一个大问题 尤其是白领 稍微偏高阶一点 中产阶级失业 是一个大问题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到 美国的一个最新状况 那给各位看一下 特斯拉的走势图 特斯拉你看 今年最低是101块 最高涨到217 涨了超过一倍 但你们发现 他到217 二月中之后 他的领先不再破高了 很多股票在这段时间 大涨特党 对不对 就二月到三月 就AI那些股票 再继续涨 辉达那些再继续涨 但特斯拉已经领先建高了 他是其实最早 领先涨上来的 他已经领先建高之后 横盘 到昨天突然一根10%的 这个大跌下去 这其实有点变盘的味道 跌破了一个 所谓的平台整理区 跌破这个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你要观察 特斯拉股价会不会继续 继续往下杀 另外网飞也是一样 网飞他的二月就建高 他跟特斯拉同一个时间建高 他也是领先股 从年初的270块美金 涨到将近400块美金 那他回档的幅度也很大 再拉上去 现在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他其实在这两天 财报发布之后 他股价也是偏弱势 而且也是跌破季限的 一个情况 那另外辉达就是撑的 辉达是从 今年最强的一档 半导体股票 年初的时候140块美金左右 一路涨到281 对不对 我刚讲口误181是口误 涨到280块美金以上 既然目前呢 辉达的股价呢 依然在这个水位 你可以看到 他最新是271 感觉起来没有什么太大下压 对不对 如果说辉达股价也失手 持续偏弱 那你就要小心了 就是说这三个 很重要的股票 那你发现 辉达的这个 KD值 他其实有越来越弱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 你看有点下降的一个情况 好像有点牛背鲤的味道 从技术面上看 有点叫牛背鲤的味道 那我这边叫 在最后再跟各位讲一个 也算是一个重要指标 就是conference boat conference boat 我们怎么翻呢 我们一般把它翻成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 是美国一个很重要的组织了 conference boat 他有发布一个数据 叫LEI LEI是什么呢 就是conference boat 的US leading index 他是把十个重要的 他选出来十个重要的 economic index 把它合在一起 做成的是一个指数 叫做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 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 通常他里面的分项指标 都是相对 是我们一般经济指标 有同时指标 有落后指标 有领先指标 他一定都是领先指标 比如说像国发会 他的景气对策登号 他里面的指标 九项指标 大部分都是同时指标 但是国发会同时 在公布这个景气对策登号的时候 他会公布一个叫做 这个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就有七项 这七项呢 基本上就比较领先 比如说那股价指数 就是我们讲标准领先指标 在这个国发会的景气对策登号 里面有这个指标 就是这个加权指数的这个权重 另外也有 就是在领先指标里面 股价指数也是一项分项指标 conference board 这十项 他的领先指标里面 一样是有股价指数 所以全世界大致上 编制这个领先指标 他们的原则是一样 只是说我们国发会的 这个领先指标 就七个分项 但conference board 有十个分项 如果各位有兴趣 就可以去了解一下 他的这个编制的方法 那这个指数 他最新已经跌到108.4点 各位可以看到我这张图 他已经画一个箭头出来 他其实已经跌到了 这个2021年当时的 差不多是2021年那时候的一个相对的低点位置 也就是他已经连续12个月的下滑了 12个月下滑 然后三月的数字 月比跌幅是1.2% 比这个估值的0.7%加速下跌 连续12个月下跌 那另外年比下跌7.8% 那这个指数在过去15个月 有13个月是下降 这已经创下08年次代风暴以来 最长的下跌周期 当时08年的时候 这个指数是下跌22个月 目前的点位是108点 是2020年11月以来最低了 这个一个箭头画过来是这样 那这个LEI跟美国的经济 相对都呈现一个同步性 甚至他有点领先 所以他这个已经告诉你 后面美国经济有衰退的风险 而且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了 从这个指标可以看出来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